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沃尔克系列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六章的第三个知识点 触发器 什么是触发器呢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做某种操作 然后触发了下一步操作 我们可以专门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对象 来定义可能会被触发的后续操作 好,那触发器通常用来干什么呢 比方说我可以用来检查当前的操作是否合法 或者说当前操作做完之后 要立马进行下一步操作等等 都可以使用触发器来实现 那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创建触发器的语法是什么 触发器的关键字叫做Teger Teger,然后如果我要创建触发器用的还是Create Create or Replace 如果是创建就是Create 如果要修改就是Create or Replace Treger 后面紧跟Teger Lam 好,紧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before,一个是after befor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我在做操作之前触发触发器 after呢 是指是在完成操作之后才触发触发器的执行 接下来第二对话括号中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我们可能会因为哪种操作触发触发器 比方说是Insert插入操作触发触发器 那不管是插入操作 删除操作还是更新操作 它们是在哪张表 哪张表之上的操作才会触发这个触发器呢 好,用的是on 用的是on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关键字 就是old和new old和new就是指之前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 有两个对象 OK,紧接着for each row是什么意思呢 是针对于每一次行操作就会触发触发器呢 还是说要完成整个语句之后才会触发这个触发器 win的话 就当某种条件发生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直接回滚 好的 看起来这么多复杂的这种语法 有点让人晕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示例来演示一下 触发器到底是怎么样被创建的 当然首先我们要讲清楚这个触发器是什么样的功能哈 打开prsicledeveloper 之前呢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表 叫做test表 from test 看一下 这里面是没有任何信息的哈 没有任何行 那接下来呢 我要创建这张表上创建一个插入触发器 一旦这张表被插入一条记录 就自动输出一行字 触发器被触发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创建触发器的语法 create or replace truger 这个truger 名字叫做trge 随便取 当然不能通名哈 然后是before 说明是before insert 是指在插入操作之前就会被触发 然后是插入哪张表呢 squat用户的test表 然后for each row 就是每一行 针对于每一行的操作都会触发 这个触发器 接下来 begin end之间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触发器一旦被触发之后 要执行的语句 我这里非常简单 只有一句话 就是dbmsoutput.put none 触发器被触发了 看清楚了 create or replace trigger truger1 这是第一句 before insert onscore test 记住 是在score test表上建立的一个 before insert出发器 就插入出发器 不过是在什么之前的一个出发器 for each row 代表针对于每一行 做插入的时候都会触发 接下来 begin end之间就是 触发器被触发之后 真正要执行的代码 好 我执行一下这段话 左边的triggers文件夹下 就出现了一个trge的触发器 已经创建成功了 这个触发器是跟score test表的插入操作 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旦我发生了对test表的一个插入操作 就会自动触发 触发器trge 然后执行这段代码 好 现在我就专门来执行一个insert操作 执行完毕之后 看一下输出果然被触发了 触发器 而且 ID1 这一行记录被插入进去了 当然 现在我可以提交 也可以回滚 就提交吧 OK 这个就是触发器的 语法 触发器的语法 首先我们先要来解释一下 before before和after 如果我把它改成after 是指在insert操作完成之后 才会触发触发器 如果是before的 before呢 是指我在插入操作完成之前 就会触发触发器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触发器 还有一些语法 比方说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对象 一个是old 一个是什么呢 new old和new呢 old代表 我插入之前 不管是插入 还是更新 还是delete 之前的一些信息 而new呢 则代表 新进行的一个操作的 行的信息 OK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演示一下 old和6的一个用法 old和6对象 请记住 old是操作之前 表原来那一行的数据 6呢 则是新插入的 或者是新更新 新删除的这一行的数据 那这两个对象呢 分别用什么呢 冒号old 以及冒号6 冒号old和冒号6 来代表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使用insert触发器吧 但是呢 我输出的就不再是这句话了 而是什么呢 冒号new.id 就是冒号6代表 新操作的这一行记录 OK 接下来 执行一下 没有错 依然是 插入 好 输出看一下 输出就变成了 我新插入的 这一行的id的值 因为我只插入了 一个id值 如果这个时候 我再执行一次 100 输出也是新插入 一行的id 100 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判定 新进行的这一行记录的数据 是否符合我们的需求 如果符合就触发 就会完成某些操作 如果不符合呢 我可以去回滚 好的 我可以怎么做呢 if 6.id 等价于什么呢 100 then 好 注意and if 先把这个结构写完整 接下来这里面写什么话呢 叫做 rease rease application arrow 好 负一万 然后呢 id的值 不能为 100 好 接下来 更新一下这个区件 没有任何错误 接下来哈 之前我已经把这个test表清空了 接下来 我执行一次操作 insert into test id value是100 然后在触发器里面呢 一旦我判定这个新插入的这一行的id为100 则会抛出一个应用异常 应用错误 错误编号 负100 错误信息id的值不能为100 好 试试看 OK 果然报错 错误参数 好 超数范围 OK 那这个好像我这个一万是写错了的 我写称 负两万 一十二吧 好 OK 知信 接下来 好的 ora A-2012 之前那个一万还是有点问题 太小了 id的值不能为100 这就是应用错误的信息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我所展示的 冒号new 这个对象的用法 当然我也可以使用old 可以使用old 如果是使用old的话呢 我们可以改一下 先插入一条记录 id为1 我把这个触发器都改了 不再是insert 而是什么呢 update 一旦改成update 我可以判定 ifold.id 如果是等价于new.id的话 新更新的id ok 不等于吧 可以把它改成 新更新的id的值 不能跟 必须跟旧id 重复 干脆改成不能改变吧 ok 接下来 执行一下 因为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 id为1的 如果接下来 这就不能再执行insert了 而是update 我这个更新触发器 也就意味着 我可以去比较 旧的那一行的id值 和新的那一行的id值 是否相等 不等于 那就不行 相等才可以 好的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关于触发器的一些创建的语法 以及它的运行机制 就暂时介绍到这里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创建触发器的语法 创建触发器有两种 一种是before和after 按照这种分法是before after 意味着我是在dml操作之前 触发的触发器 还是执行dml语句之后 触发的触发器 那么insert delete和update 代表我是三种dml语句 可能会创建触发器 是插入触发器 还是删除触发器 还是更新触发器 那接下来呢 forHrow代表这个触发器 是否是行级触发器 如果有这句话 代表是行级触发器 如果没有这句话 代表是语句触发器 接下来还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when condition 意味着是否满足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 才会触发触发器 否则不会 好 可以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when when什么呢 6点A级大于60 才会去触发 触发器 OK 可能你们也会发现 我在写one的时候 这个new和old都不用加冒 好 好 接下来 A级 等于70 看看 输出果然是70 但如果我是50呢 看一下 执行 没有任何触发 说明这个 when代表满足这个 when后面的condition字句 才会执行触发器的操作 好 OK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本次课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